早上好大家,我们谢谢Riffle公司邀请我们过来 我是CIBC的Konnie,还有我们的同事Koe,我们都是CIBC的贷款经理 我们今天就是要给大家讲一下CIBC的新的program 是去年才开启的有一个高经级的贷款计划 其实最近我们做得非常的好 等一下让Koe给你们介绍的时候 我希望这个计划能帮到大家去做多一点的生意 我的国语说得不好,所以以下的presentation就让Koe来做了 好吗?Koe,麻烦你了 好的 Bee,你可以把那个权限给我了 我这边已经OK,可以准备share了 好的,然后你这边中间就可能过两三分钟或者五分钟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人申请上线 怎么看呢?你可不可以教我一下? 就你就滑动鼠标到presentation上面会显示有人会申请 OK,就最上面这里是吧? 对对对 OK 可以看一下 好的,你现在已经是host了 是的 你们现在可以看见吗?可以啊,我都能看见 OK 好 大家好,我是Koe 非常荣幸今天可以给大家做这个presentation 然后呢,这个是我跟Koe,我们两个人商量之后 就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可能会 就是会比较信息量没有那么多,就是具体的等到我们之后 如果你们需要了解更多的东西的时候,你们可以 就是再联系我们去知道,因为我们今天只想给大家一个 就是idea,就是我们的新的这个东西是怎样worked 然后,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问题呢,我们可以私下里去回答你们 然后 我们今天主要要讲三个topic 然后第一个呢,就是说自雇人士如何用公司的这个流水去 公司的收入去做贷款 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Kone说的我们的高净值项目 然后第三个就是大家呼声很高的一个就是第一次买房的那个买家需要注意的东西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自雇人士 为什么,如何用公司去做这个贷款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是公司呢 因为现在很多,尤其是我和Kone我们两个接触的中国客户比较多一些 很多人的问题就在于就是在运营公司的同时 大家可能更多的喜欢把钱去放到公司下面 而不是报到个人的税收上面 这样就导致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我们用income qualify 用收入去做贷款的时候 个人的收入贷款可能根本不够 就是不够贷款的这个标准 所以呢我们就有了这个 这个program 你们能听到我吗 我这边显示我的网络不是很好 hello cully我能听得到 你可以接受 大家 然后呢 就是针对这个program 我们有几个必须要达到的一个标准 首先呢这个房子我们是只可以做这个业主的自住房 就因为很多现在很多人在考虑去买那个rental property 但是这一个program它不适用于rental property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 对企业的所有权呢必须在50%以上 那打个比方 假设说这个公司呢 有三个人 然后其中两个人是夫妻俩 夫妻俩 然后呢两口子的这个占比在50以上 就是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要看就是在人头上面 大家的所有权有多少 如果企业有两个人大家是属于一半一半的话 这样也是可以的 但如果是有很多股东 然后呢就是 这个拥有所有权不够50% 那我们就没办法用这个来去帮您做贷款 然后最高借贷值可以80%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只付20%的这个当payment 首付款 然后我们就可以带剩下的80%给你 这个可用于购房 房屋 押跟转入贷款呢 就是英文就是purchase 和refinance 还有transfer in 就是说我们不限制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没有说必须要是new purchase 或者说是必须是refinance 这个的话我们其实都可以的 只要是用于你的自助房 我们都是可以接收的 然后最高可做30年的这个amortization 然后税务方面呢 就是我们到时候可能会需要提供东西会比较多 然后对于公司的要求呢 也是我们至少要申报加大两年的税务 就打个比方 如果你在2021年想要去做这个的话呢 我们需要看到你2020跟2019的这个报税的税务单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符合条件的 然后所有的利率还有所有的优惠呢 都是跟正常的贷款是享受一样的 就是没有任何的exception 就是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 然后为什么我要先讲这个Niat呢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新的高净值项目 是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自雇的 这个自雇用企业收入贷款的这个项目 是可以放在一起去做的 所以说其实大家的弹性比较多 就是我做过一个case呢 就是说underwriter会去对比 就是说两个combine在一起 哪一个对你的benefits 对你的就是说效益更高 那我们就去做哪一个 然后首先我要重点讲一下 这个高净值项目的一个几个硬性的标准 就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说如果客户的需求是要贷款的金额低于250万加元 那客户入门门槛的标准呢 就是要在CIBC投资账户里面放入25万的加币 你可以做任何的比方说基金或者说是做免税账户 或者是是做那个neutral fund都可以 那如果说客户的需求是要做高于250万 那我们就需要看到至少50万的这个投资放到CIBC 但是呢这个不是需要客户马上就转到这个本行 是可以在贷款批下来以后才再转进来就可以 而且我们给到客户是给到一个六个月的一个时间 所以说我们没有需要客户直接转进来 这个还是比较弹性的 但是我们在申请贷款的时候必须要出示 客户现在呢这笔钱是在加拿大的 比方说你在其他的银行有一个TSFA 那我们需要看到你的这个statement在申请贷款的时候 然后呢这个statement呢 必须为就是个人累积财富 假设说这个是父母赠予的 比方说现在有一些过来很年轻的一些留学生毕业了 然后变成了我们的这个PR 然后父母呢就给了他一笔钱 作为这边的就是生活用钱 然后很多人就来问我说 Kloin可不可以这个就作为我的这个个人累积财富 我说不行 为什么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个人累积财富 所以说CIBC在这个框框里面要求的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到时候大家跟就自己的客户 或者说是在跟CIBC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然后呢我们这个program是只可以做 65%的这个房贷 房屋贷款 所以说客户要自行准备35的首付 货币呢 就是这个投资的货币可以是加币或者美金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投资的钱是在美金账户里面 CIBC不要求你转到加币账户去做 就是我们两个货币都可以做 然后呢在投资方面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客户把钱 就是取到一张bank draft里面 然后转到CIBC 就是存到CIBC 我们可以直接就是transfer in kind 这样的话呢 因为客户很多人会问呢 就是说 如果我把钱转到CIBC了 那就是我这边的loss怎么算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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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刚才是有人说话吗 那我就继续讲了 然后就是客户会担心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个loss 那CIBC呢是 我们是有专门的一个职位 就是去帮客户做这个 叫那个mobile investment consultant 就是大家呢 可以就是之后我们私底下再多讲一下这些方面 这些mic 我们叫mic 他们呢是可以帮客户选择 最适合客户的一个转的方法 就比方说客户的钱lock in 在一个就是mute fund里面 然后买了什么股票 但如果取出来的话 就会有loss 那我们可以做到的是 我们可以直接transfer in kind 如果做transfer in kind的呢 客户可以不会损失一分钱 就是如果说假如客户在其他的股票里面买了 Air Canada去加行的这个股票 那我们可以原原本本的把这股票转到CIBC的这个账户里面 完全客户不会有任何损失 然后呢这个全新的这个高定值的项目呢 是可以做自租房 投资房都是可以做的 下面我们就再说一下那个 首次买家 就是首次购房者的须知 这个其实很多人呢 就是我也碰到很多客户会有疑问 就是说 就是说我是第一次买房 就是银行有没有什么优惠可以给到我 或者说是政府这方面有没有 因为第一次买房的人嘛 大家肯定都是对于这个房贷的这个事 就是一片迷茫 大家呢也不知道就是说 就是第一次买房我应该去住一些什么 或者说是我有什么可以去享受的一些优惠 首先我发现很多的客户呢 尤其是中国客户 他不知道就是银行其实呢 是可以收低于20%的首付的 就是但是呢 就是这有一个前提啊 就是说如果首付 我们不到20% 低于20% 那政府呢 就会要求客户在这个房子上面 加一个我们称为叫default insurance before insurance呢 是由现在目前 CIBC是可以做三个公司 我们可以做 CMHC Ginworth 这两个做的比较多 还有就是Canada Guarant 那好像是这个公司 因为我很少用它 我基本上用的呢 都是CMHC或者是Ginworth 客户最低 我做过的最低的首付 应该是5% 稍等一下 我让两个人进来 5%的首付 然后呢 这个这样的房子呢 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就比方说 因为当我们involve了 insurance company进来 那这个贷款的同一方 就不只是CIBC 我们也需要呢 让这个insurance company 去同意 就是客户 也可以从他们那边 拿到insurance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就是因为现在 市面上很多房子 是在他们的 这个black list上面 就是说他们有一些 比方说房屋 property 有一些房屋的一些类型啊 或者说是一些房屋的 管理公司 是在他们的那个 就是永远 不会 就是他们这些房子 是他们永远 不会给到insurance的 就是 等于是 被永远的bend了 就是说如果 客户在申请 在看房子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 一个事情呢 就是说 一定要 如果说想付 低于20%的首付 那就要注意一下 这些房屋 是不是在CMHC 或者是Ginworth的 这个list上面去 因为我个人 有一个case 就是说我客户 连看了两套房子 他这两套房子 都是在那个CMHC 就是default insurance company 的black list上面 然后这两个 这两个公司 他们两个 有一个比较 不同的一点 就是说 如果说 大家都知道 我们做贷款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 ratial calculation 我们有一个TDSR 有一个GDSR 那Ginworth呢 它的 它的那个ratial呢 可以达到的 这个标准呢 是比CMHC要高的 如果说客户的 收入少 然后借贷的 那个 他想要借贷的 那个金额 又比较多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帮客户 选择Ginworth 其次呢 就是说 再一个就是说 首次购房者 如果说大家想多人申请 比方说 老公和老婆 想要一起申请 但是呢 老公民现在已经有一套房子 但是老公 老婆是第一次买房 那这种情况呢 也是可以的 因为在多个申请人当中 只需要一个人 是这个首次购房者 就行了 这个是这个 然后再一个就是 政府的这个优惠政策 政府呢 有很多对于CMHC的 不是CMHC 对这个首次 对于首次购房者的 这个优惠 那大家可以在哪去看到呢 大家可以在政府的网站上面去 比方说我们在谷歌里面收入那个 first time home buyer Government 或者Canada 大家就可以看到 政府的一些优惠 然后呢 政府还有就是对 假如说 比方说有哪些优惠呢 比方说有些人 可能首付不够 政府呢 可能会去 match你的首付 就是我听到 有人申请到的 然后还有呢 就是说 还有就是说 从RSP里面取钱 然后呢 就是可以避税 然后这个也是一种优惠 然后还有就是 可以退税 就很多很多 然后到时候 有客户有不明白的 大家可以让客户来问我们 我们可以具体的跟客户讲 对这就是这三个program 然后我前面说的比较快呢 是因为我觉得 大家可能肯定会有很多问题 想要问我们 然后呢 所以说我预留了一些时间 给那个我们的Q&A 就大家呢 可以踊跃地去问我们的问题 然后我们呢 也会一一解答 因为我在CIBC 工作的时间不长 因为我在CIBC 待了快两年 但是Cony呢 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 一个MA 他在CIBC 待了很多很多年 所以说 我们两个人 任何一个人 如果说你们 大部分 基本上如果不是说 特别 不常见的问题 我们应该都是可以 给你们解答的 对 然后前面就是我讲的 所有的这个 我们三个program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提问题了 你好 你好 刚才你提到高进职资 里边说 有民主放的 还有什么投资 这个投资里头 包括在你们CIBC 那个Investage 里头股票账户的 可以Investage 是可以的 里头Investage 比如说我有20万 贾币也算在这个高进职 里边是吧 都算都算 他只要有recoup的都算 他可以是nonregister 和register都可以的 刚才你说的 要申请贷款以前 是多长时间 放在你们那儿 就是这个 申请贷款之前 是不需要 不需要转到CIBC的 就是从提交申请的那一天 开始我们有六个月的时间 去计算 那你六个月之内 把钱转过来就可以了 我们只需要 在申请贷款的时候 看一下你的statement就可以了 这个比例是多少 你说刚才 我刚才 对对不好意思 刚才我忘记提 我刚才有点紧张 因为好久没做presentation 我们是可以做到 就是收入的十倍左右的 就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我们算法呢 其实 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例子 假设说呢 客人 是 假设说 因为我们是看最近一次的 这个 NOA上面的收入 就比方说 因为我们现在 2020年还没有 NOA 所以我们现在是看 2019年的NOA 那2019年的NOA呢 假设说客户收入是有 五万块钱 五万加币 然后呢 客户呢 有一套 出租房 出租房可能 一年的收益 我们 按照 六万块钱来算吧 那客户的 然后客户有20 如果客户要带 2.5个Mil 就是250万以下 那客户就只需要25万 投资在CFBC 那这25万 我们按照4%的Return来算 就是 一万块钱一年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客户一年的收入呢 我们就按照12万来算 我就先 就是先这么算 然后12万 12万的话 我们 如果是加入了 这个高净值的话 我们就可以带 如果客户名下没有任何其他的贷款的话 我们就可以按照10倍来算 那10倍就是客户可以带120万 但是如果客户名下现在已经有一个50万的贷款了 我们就要用120万减去50万 这个是客户可以available的这个数值 对 但是正常来讲 income qualified的话 我们按照12万来算的话 我们是只能带5倍的 所以这个高净值的这个项目呢 是可以给客户做多挺多的贷款 对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别的地方 比如说我在 资高值办会有个 sacurity的 loan credit 那么这个 这个我有 我没用 但是我申请了 给我30万的额度 就会影响 我带你这个贷款 只要上面没有payment 它就不会影响 因为你没用的话 它就不会有一个mothly payment在上面 这个是不会影响 其实 其实 我是CIBC的Cony 刚才对于你的问题呢 就是如果有一个secure line of credit 你的问题是 在别的银行有一个secure line of credit 比如说20万但是没用 会不会影响你的贷款 在CIBC的计算里头呢 我们是会算的 比如说你虽然你没用 但是它的service都应该会算进里头的 算到ratials里头的 哦 尽管我没用 我也没有mothly payment 它也会计算在里面是吧 哦它是secure line of credit 我听说 不是但是我 我是这样的 如果说这个secure line of credit 是在比方说 你要 它是 它知道你现在要做refinance的房子上的话 你可能需要把它关掉 但是如果说是在别的房子上的话 它会有一个ratials的计算 你可以思考 对 因为有些客户会想着说 做refinance 然后房子上面有一个secure line of credit 我可不可以 就是不把它去掉 因为30万的话 就是额度还挺高的嘛 所以说有些客户不想管 但是说这个是要 我们的guide line是要求 会要求把它关掉的 如果说是它是在同一个property上的话 如果不是在一个property上的话 如果是在买的房子贷款 我这个secure line of credit是在这房子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你有点卡 我留在听不太清你在说什么 你好 你好你好 就是 我们这个现有的 就是在银行的secure line of credit 是在我们现有的房子 那么我们要是即将贷款 是我们买新房子贷款 那么这个目前这个30多万的secure line of credit 有不影响我 我新房子我在申请贷款的这个额度 你这个的话 它是会算在你的ratio里面的 是会的 影响多少 这个 cony你知道这个问题吗 我还真的不知道它会影响百分之多少 其实每一个客户的情况都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cash flow analysis table 就是看那个去租房的现金流 有没有positive的正现金流 然后比如说客户有三套 或者是以上的去租房 如果你的贷款是在你的基租房 而且这套secure line of credit 是在去租房里头呢 我们其实很简单的 我们就看那个table里头 有没有sort for 这就是每一个月要补贴的 补贴多少呢 然后呢我们就会从客户的总收入里头扣取 然后看扣取了这些开销以外呢 能带多少钱呢 我们就会给客户算 他们能带多少钱 我们的收入呢 按照客户的收入是怎么算客户的收入呢 第一就是刚才coe说的 我们会看notice of assessment 那个税单上面的总收入 加上客户有的所有的投资 其实取需账户里头的钱我们都能算 反正呢就是客户的总基产有多少 我们就给客户算一个4% 税离的回报 noa的总收入加上税离的回报 如果客户的那个有租金收入 而且那个租金收入那个房 房去租房是超过三套呢 我们呢就看overall有没有 这样positive的cash flow 如果有呢 这个都可以加到收入里头 然后呢就给客户带一个65% 开机方面呢 比如说客户是要买租住房的话呢 我们就撇开那个去租房的那个计算 把那个soc4 把那个soc4或者是有surpass 有这样生金牛的这些这些资料 加或者是奖 从你你的客户的总收入里头 去计算 然后能带多少 就用这个formular来算 一般呢 我自己的客户呢 就是我比较多做呢 就是multi rental的那个客户的贷款 反正呢 租住房呢 我们就能撇开那个去租房 不用算 把那个所有去租房的开机 total都算一遍 不需要 只是拿一个取一个 positive 或者是那个soc4 一年的数据来从那个total income里头加上 六十五个percent的 不同的客户去给每个客户就是制定一个不同的一个方案的 因为这个program它其实很弹性的就是客户每一个人的自身的一个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说就还就是给很多想要贷款 但是名下已经有挺多房子或者好多房贷的人 就是一个比较弹性的一个空间这样子 嗯 我还有问题 你刚才说高净值这个钱要多少 25万什么 如果是你要你要贷款的金额在250万加元以下的话 就是需要25万 这个钱要放在CIBC多长时间 比如说是放六个月还是放一年以后我就可以用了 还是要放很长时间 这个钱其实它按理来说你贷款在CIBC的话 钱就还是一直应该在CIBC的 因为我们是基于这个投资去给客户一个 去给客户发放这样一个贷款 就是属于一个client就是relationship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说钱贷款在CIBC的话 钱应该是不能取走 但是呢我们不是说是锁住这个钱你不可以用 如果说你真的有什么急用 或者说是我需要今天拿走一万块钱 你之后补回来的话 你跟银行说一下会补回来的话也可以的 就是不是说死死的就一定要在呢 就是你钱动了这个金额 比方说我取了两万块钱 那我就要把你的这个贷款砍掉 我们也不是这样死板的 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的 这个钱是要一直有一个relationship在 这个银行师傅我的理解就是比如说我25万放 是不是要一直等到我贷款还完了才能用我 其实怎么说因为有很多客户就是说我比方说跟CIBC带了五年 然后发现CIBC的利率不好了 然后我就转到其他银行了 那这个钱肯定自然就也就也就走了 但是technically我们是基于这个投资而给客户分发的这个贷款 所以说贷款在的话这个投资的关系是一定还是要在的 嗯好谢谢 不客气 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刚说的那个 租金咱们是可以加到那个总收入里边吗 然后这个租金你们是要看那个T1报税这一块吗 根据这个上面的一些cost去计算它的 租金最后的租金 因为我们的这个program它是只看NOA的 因为有一些客户如果是租金已经报了税那他就会体现在前面的NOA上 那租金就自然计算在里面了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客户是用这个program去买一套新房子 那新的这个房子也是一套投资房 那这个租金就是另算的 就是对我们为什么看NOA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也就是说你们的这个租金收入一定得要是要报过税的才可以用是吗 报过税的或者是projecting或者是将来会有的对 ok了解了解 然后还有就是说你们的这个NOA因为是看那个总的那个应该是LINE150 对LINE150 是他必须是你的就是就是工作的income吗 还是说如果说因为有一些客户他可能就是没有工作 但是说他去年有一些投资的一些收入比如说卖一套房啊干嘛的 然后他烂150很高这种是不能用的是吗 可以有我们是不看客户就是这个program我们不看客户的pay stub 我们是只看NOA上面烂150报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他的收入 ok 对对 了解了解 好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然后我看刚才有一个举手的女生Alice 你好我刚才想问的问题跟前面这位女士问的雷童 就是NOA上会不会就是细分到收入的种类 比如说capitalgan还是看t4a或者是哪些种类 我觉得刚刚你已经打过了 好好好 谢谢 还有大家有其他的问题吗 诶 请问怎么和你们联络啊 我们两个你可以因为我们跟那个Riffle是合了 然后这是我跟Cony的电话我们也可以直接通过这个电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work from home 所以我们都是用自己的手机去工作的 所以打这两个电话是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 好的好的谢谢 客气 我看到聊天里面 哦对这是一个好问题 如果这个25万的话是不能包括首付的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因为我们是based在这个25万投资的这个基础上去跟客户批这个贷款 那这个25万自然就是要在CIPC里面做投资 那就肯定不可以算成是down payment down payment需要另外去准备 我再问个问题 如果是这种形式的话 有没有限定是几个人或者是如果是几个人联合也可以吗 几个人联合 几个人联合也可以 但是打个比方 如果说你们所有人加起来的投资是25万的话 这个case 其实因为我们这个program比较新是11月 因为我之前遇到过一个case 就是说我只给老婆一个人想带 但是她的投资是跟老公共有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投资的金额就要减半 但是如果你几个人期待的话 大家是都是就是自己单独拥有的这个投资的话是可以的 这是什么意思是自己单独拥有 就是说因为很多人的投资呢是 是一个公有的东西 比方说我和我老公我们两个人共同拥有的一个投资 那这样的话投资就要减半 但是如果说多人一起带的话 大家每个人就是你每个人所有的投资是 是自己的投资就是没有任何其他人在上面的话 我们是按照百分之百算的话 是大家是可以一起做这个贷款 你是这个意思吗 还是我理解错了 就是一个比方说像一个家族 有儿子有孩子有家长 一块来凑这个25万 嗯 就是大家一起去一起工作 做一件事 对对对 哦就大家加起来是25万是吧 嘿嘿嘿 哦 康妮你有做过这个case吗 我目前还没有碰过这样的case 因为高机场呢主要是从客户自己类的财富 所以呢 如果比如说大部分的那个 investment的机场都是父母的 然后小部分是几女的 我觉得特别是年轻的几女 如果他们contribute的部分 不多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 好的好的 就是以家族为 形成一个组的机构 嗯嗯小组 好的 谢谢 好没问题 好没问题 一般呢如果客户有几套 出租房呢 基本上如果要再贷款呢 其实是很难的 但是我们用这个计划 高晋级这个计划呢 基本上都能给客户 都带65个percent的 非常好用的一个计划 对对对 这个早都听到 在应该是 12月就听到过 三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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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 那我随时都可以约你们是吧 是的 你随时打电话就能找到我们 对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像我儿子呢 他带了 他自己有个房 但是在做款 那个贷款的时候 我近期才知道 他们给他做成了投资 但是他只有这一套房 那这个时候我要再进行给他 就是我们组合做一套房的话 那你们带的时候 他按资助的来处理 还是按出租的来处理 投资的 你自己都说是投机了 不是不是 我说的是他带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 人就带成了投资房的这个 当时因为可能和组合有关 明白明白 那现在他其实是自住 那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他那个 那个financial领域是投资的 其实实际情况是自住 那这种情况 你们按什么处理 其实我们按照 刻刻告诉我们的情况 理解吗 比如说你 你之前儿子带的那个房子 他们说是寄住 或者是去住 我们都管不了 目前呢 目前呢 他们如果 如果现在这套房子是寄住 或者说 你可以说 新来的房子 我可以说是寄住的 然后呢 想办也在寄住 那儿子呢 说新买的房子是寄住房 我觉得解让级会合理 如果 如果是 情况不一样 比如说 他买的房子是在 Richmond Hill 但是在他的 Townhouse 或者是他 想办在 Town Town 但是你跟我们说 我买的房子在 Richmond Hill 会是寄住呢 就 很难 令 我们相信 那 那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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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谢谢 谢谢